你有沒有幻想過自己有幾天在TVB做一套劇集的主角 這麼多年來 沒有 到現在都沒有 因為老實 我又不覺得自己是英俊 英俊大多人英俊共我 高大有大多人高大共我 要唱都不覺得自己是英俊 她都在最後做了主角 所以我一直都以長哥為目標 真的 如果我是一個膚淺的觀眾 我的外觀因素就一定要選擇 要英俊 一定要高大 我自己就在看 不是 長哥這些 我不是說他不英俊 而是他不是走這些路線 而他都做到主角 都能夠紅 所以我其實都以他為目標 到2016年你才考慮離開 但是2016年之前 你什麼區有沒有一刻心灰意冷過 有 我是不是再繼續適合這行 有 有心灰意冷過 我沒有 我不記得哪一年 有一年是我幾線劇都有 2008 是不是 一天六條 是 因為那時候又拋住了個下午 一家VIP 做主持 總之一開電視就看到我 那段時間 其實有 為什麼會有呢 就是 因為是身邊的聲音告訴我 因為我從來 我真是一隻牛 開始是有心灰意冷 真是的 會不會有一個想法就是 你一直都不是親生兒子的關係 所謂經理人合約 你明白這個遊戲制度嗎 我明白的 但我又會覺得可以公平一點 我會覺得 我也明白這個遊戲規則 所以之後打後的幾點就只做 只做什麼都不要想 只做了 李天祥是2017年結婚的 因為你有太太Bobo Bobo怎麼看你離開TVB的決定 他叫我離開 其實我現在無論是工作上或生活上的事情 有80%都是他的意見 因為他是一個很清晰和比較理性的人 比起我是一個不懂想法的人 所以今次的離開是他的決定比我更大 但我又很相信他 所以今年的離開 其實大部份是他給我的動力 所以我決定 會不會有些 他都這樣決定 我沒有後顧之憂 是不是這樣呢 因為很多人說 Bobo是家底很好 第一件事 我和他的財政是獨立的 雖然他的推動力大 但我自己也要衡量一點點 我也會覺得 如果我太太可以照顧自己 我就走這一步 如果不行的 我就未必會走這一步 所以他沒有告訴我 他沒有真真正正告訴我 可以了我可以做得到 你去走 他沒有 但是他給我的意見 我覺得他一直在支持我 只不過他不坦白地說 所以我會跟他 我自己衡量過 我就跟了他的意見 去走這一步 李天祥和Bobo就是 一七年結婚 拍拖六年 應該是一年左右認識 你是怎樣認識的 是朋友的朋友 我們是聚集的認識 聚集幾次之後 然後私底下約會 由多人到少人兩個人 他吸引你在於什麼 第一眼看到他 他成熟 因為我不喜歡 你也拍拖幾次拖 對 對 因為我拍拖的對象 我最主要是 他可以接受到我的生活方式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比較悶的人 我很悶的 我是可以整天不出聲的人 而且也不會花心思 說放假去哪些 我不會是這些人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最主要的條件 我擇偶條件 對方一定要適合到我這個生活 你又看到他這個性格 跟你差不多 還是他很活潑 剛剛一粒一粒 不是 他也是跟我的性格差不多 所以大家開始 聚集相處 發覺 這個人好像 好像可以 融蠟到在我的生活裡面 而我又不需要去顧他 太多事情的時候 就走在一起 Bobo 最擅長的是用這個廚藝搞定你 不是 最重要是他的性格 真的是他的性格 和他的人 第一 他 因為我喜歡一些比較成熟的女生 因為有些比較小 不懂得想的 我自己工作都忙 你不要回到家 又說 我不喜歡這些 所以我太太 她是一個比較成熟 和她很懂得看味道眼睛的人 和性格配合到我 因為她是很知道的 譬如有時候我不開心 她不會來安慰我 她只會在我旁邊不出聲 有些不是 你做什麼 你說吧 我覺得很煩 我不喜歡這些 你說你也會有驚喜 求婚也會有驚喜吧 求婚才會問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沖繩結婚 在教堂結婚 因為她之前說過想去教堂 我們就去沖繩 沒有擺酒 就是跟家人去 你說求婚 其實真的很問 因為我10月10日簽紙 因為那段時間我還在拍劇 你也知道我們拍劇的時間不定 有時候的期期都未必能量度 然後我一直在檢查我公司的期 我一直在想 慘了 10月10日簽紙 我沒有理由簽完紙 之後才補求婚 我又不知為什麼 我很緊張求婚 然後 最後 真是讓我量到一個期 我在10月8日才求婚 還要是很問 我叫人來都是臨時臨急 但是你簽紙 可以搞得及 我會覺得 其實對一個女生來說 是不是很重要呢 求婚 我沒有理由真的簽了紙 才補求婚 所以那段時間 我很頻迫 我真的要去訂花 又要去想場地 所以最主要是 跟公司看公司的工作時間 終於被我遷就到 剛剛好 兩天前 搞好這件事 就跟他求婚 事前他不知道 不知道 他只知道簽紙 就不知道你有求婚 這個環節 因為他都知道我在忙 在拍劇 他都可能打定輸數 沒有求婚 其實他都很體諒你的生活 從最初認識 你是一個藝人 賺錢不多 到一直以來 你自己生活是比較悶 你連求婚 他都已經預算沒有了 你應該找到一個好老婆 所以我說 我這一生人 暫時做得最適合的 就是認識了這個太太 真的 真的 因為 他都沒有叫你轉學 他沒有 他真的沒有 他很體諒我 也很理解 比如有時候 好像你說求婚 可能他已經預算沒有 可能有一點不開心 一定有一點不開心 但他不會說是多 他很體諒 他都知道我正在開工 正在看 還有時間搞 如果我搞到的 他就是一個驚訝 是的 但是你們用一用很合適 你們也有一個共識 是不生下一代的 因為我和他都不是一個有耐性的人 因為你有孩子 有小孩子的時候 從小到大都沒有幻想過有下一代的 沒有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 別人都問我你生不生 我說我自己都沒有搞定自己怎麼生 最主要是因為我覺得生了小朋友 第一件事一定要有耐性 這兩個字 我和他暫時都沒有 所以就不會決定 將來呢 不敢說 因為為什麼呢 我以前都斬釘字鐵的 不要 不會 但是現在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 真的不生不生 十年之後無端端 無端端生了 我不是說他 說不要不要 真的我身邊有些朋友 到現在 別人問我 我只可以回答他 我暫時不想 是的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李天祥 想聽足本訪問 立即上881 903.com 節目重溫 請坐